两王国之君投降后 整些没事就聚一起发牢骚 后被朱元璋打包送去高黎 都说朱元璋残暴无比利国后 大肆有一家害功臣 清除一己维护统治 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你们只看到了 他对功臣残忍 却没看到他对百姓的庇护 可以这样说朱元璋在位期间 是老百姓地位最高的时候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百姓才不会害怕当官的朱元璋 对功臣是残忍了点 但对王国之君却给予了莫大的宽容 1363年8月大汉皇帝陈有亮 在鄱阳湖大战中中见身亡 太子陈善儿被秦陈有亮的赐子陈礼 1351年1408年在太尉张定边的保护下 在上陈有亮的尸体逃回武昌 并在武昌继位称帝改年号 为德寿同年冬天 朱元璋亲征武昌 但效果不大1364年2月朱元璋 再次亲征武昌 明江城玉春将张定边击败秦或绑在城下市中张定边背秦之后 城中将士惊慌失措 许多人因此想投降朱元璋 朱元璋便派遣陈有亮的旧陈罗夫人入城 前去招降陈礼 于是13岁的陈礼打开城门投降 大害政权灭亡陈礼进入军门俯服于帝不敢抬头朱元璋 见他年幼弱小便将其扶起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会将你治罪的 下令府库还悟任凭陈礼选取 随即返回英天金南京封陈礼为归得侯 住在京城英天十三 71年朱元璋朴大军攻打占据属地的大夏朝明君 事如破竹下军不能抵抗 大夏小皇帝名声1356年1416年的母亲彭氏哭着说 我们可以去四川成都但这也只能延长但需寿命 因为大军所过世如破竹 我们不如早一点投降以挽救百姓的性命 于是派遣使者携带奏章 前去朱元璋军中启祥十五岁的名声反绑双手 车载棺材与母亲彭氏及官署 前往军门投降军中将士 秉承朱元璋旨意对其家以抚慰并下令对他们不得有所侵扰 后来名声与其母彭氏等人全被押送京城大夏国灭亡等名声与其母彭氏等人 到达南京后明朝礼臣奏道 皇帝玉林奉天殿名声等府府待罪 与五门外有关官员宣读赦免兆令 就像从前梦场降诵一样 朱元璋说道名声年幼弱小凡事 听由陈下与梦场不同 所以应当免去他府地上奏待罪之仪 当日朱元璋名声 违归一侯并次居京城 陈礼和名声这两个王国之君 因为同住京城年纪相仿身份地位又相似 所以一来二去的就玩到一起去了 后来还成了好哥们富足的生活 加上无事可做 让陈礼和名声整天没事就聚一起闲聊发牢骚 有时还口出怨言 朱元璋知道此事后 说这只是小孩所犯的过错 恐怕他会受到小人的欺骗诱惑 不能牢记正对他的恩 点还是应当让他忍离京城为好 公元1372年正月朱元璋 下令将21岁的归德侯陈礼和16岁的归义侯明声 打包送去高黎今朝先半岛 并让元朝将陈淑密使严安搭力护送 太监负责他俩在高黎安置 还下旨赐予高黎王大量裸起 命席善待他们同年5月底陈礼和明声等人抵达高黎 受到高黎公敏王的接见并被赐给布匹等物品明声后 娶高黎总郎尹熙王之女为妻玉有四子 从此在朝鲜半岛代代相传明声的日子 获得是舒坦可陈礼到了高黎之后 虽然被封为陈王但生活过得很艰苦 1401年朝鲜李朝太宗立方远赐给陈礼一些田地 1403年李方远赐给陈礼一名婢女以及米豆 1404年李方远赐给陈礼米四旦九十平 1408年陈礼去世 李朝礼不奏米豆五十十 纸百卷赐官果陈礼玉有一子陈明善 也在朝鲜安家了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请不吝点赞多论